华人居民众多的盛改博士 上周末也举行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精彩文艺表演与各种小吃摊位 吸引大批民众前来 现场欢声笑语 充满过年的喜庆气氛 盛改博士有超过60%的居民是华裔 这是当地连续第二年举行 大型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今年的活动规模要比去年更大 参加的摊位也更多 许多民众都是全家出动 一同来感受过激气氛 因为我女儿在这边出生 她还对中国新年没有多大的概念 所以正好这边有这个活动 就带她过来 然后让她体验一下中国新年的气氛 让她从小就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点印象至少 小人新车了 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正好家就住在Saint Gable这边 然后在家听见敲热打鼓挺热闹的 然后就出来看一下 刚刚毕业的留学生 然后才出来不久 所以会有一些想家 然后刚好这边很有过年的气氛 所以过来看一下 现场除了有精彩的舞龙舞师 以及歌舞表演 还有烧烤 榨树片等特色小吃 而多位艺术家 利用粉笔在地面上绘制 猴年主题的画作 更是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 舞龙啊 还有那个粉笔画 虽然粉笔画好像不是中国传统画 但是他好像还挺感兴趣的 在地板上作画的那些画家很吸引我 因为他们画得很漂亮 这边有很多小吃 像平常你去一个饭店 就是只有一两样 但是这边就是挺多花样 可以选择的 挺好的 洛城市吧台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赞助商之一 也在现场设立了摊位 为民众送上了新春祝福 而有众多南加地区的民选官员 也都出席了此次活动 并纷纷为南加民众拜年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May the year of the monkey be one of fun and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祝各位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这是洛城市吧台晚间新闻陈臣 在盛改博士的采访报道 在盛改博士的采访报道